所以說2013年即將結束 2014期核一選戰也即將要登場了 聯合報信民調中心針對選戰 做的調查出爐 其中台北市的部分 包括了林盛文 柯文哲 呂秀蓮 以及顧力雄 今天我們就請到了柯文哲醫生 來聊聊他怎麼看這份民調 以及他的未來規劃 柯醫生你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柯醫生從你一開始透露 有意要參選之後 其實外界做的民調就是 你和林盛文的差距有一段距離 但是到了現在 聯合報民調出來了 只差3%幾乎是五五波的一個狀態 那麼甚至有別家的民調是做說 你的民意是超過了聯盛文 你怎麼看這樣的變化 那麼聯盛文為什麼 你覺得他的支持度為什麼會下降 其實我沒有太大意見 我想很多 其實民意如流水 常常他只是反映 當時明星的想法 所以有時候好像不是個人厲害的 就是說那個潮流 應該這樣講 那你覺得這段時間以來 其實已經好幾個月以來 你做了哪一些事情 為什麼選民可能會覺得 我應該要把我的票投給柯文哲 其實你想想看2013年 他那個說年度票選一個字 假 怎麼出現這個字 你想想看整個國家認為 認為說代表 今年度的代表性的字是一個假 其實這個是蠻諷刺的 那也許我比較不會說謊話 就是說他比較真誠 我想最主要的問題 所以常常是 有時候也是應該這樣講 我們不是生產 我們能夠生產的東西 我們是生產市場需要的東西 所以有時候是不是剛好你的Style 或說你的做法 剛好符合那個時代的需要 我倒覺得應該這樣想是比較合理 因為市面上充斥太多假的商品 或是假的人假的話 所以可能你的真誠 是可以贏得民心的 那麼另外我們來看 另外也是從民調來出發好了